六月底了 这个距离上半年结束也没有多少天了 那我们还记得15号线开通的时候 有一个尾巴留下了 就是桂林路站 那桂林路站什么时候通车能够换乘 能够使用上了 与9号线的换乘使用上了 相信很多目前在使用9号线的 和正在使用15号线的人都非常的关心 那最近在网上是流出了一些图片了 那就是桂林路站实际上是在 6月16号15号的时候 已经通过了这个开通前的安全评估 所以这个相应我们看到流出的照片来讲 应该叫做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或者说只差时间 那就是说可能要有一个吉日 要择一个吉日来通车 是吧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着急 快的话 据说可能是6月24号 慢的话呢 慢的话有可能是哪一天呢 很有可能6月26号左右 反正这就已经6月底了 不会超过7月1号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这个再继续的等候一下 那其实这个换乘通道来讲呢 是目前来讲略显得长了一点 所以这个很多人也希望是能够在这个 换乘通道方面呢 能够快捷一点 其实能换乘已经不错了 虽然换乘的这个距离呢 稍微是远了一点 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不妨来测一下距离 从这个桂林路站这样走过来 然后到15号线的这个桂林路站的话 那大致的这个距离300多米 两三百米的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距离不算 其实是不算特别的长 所以还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是欣然接受 好 那我们期待着15号线 桂林路站的早日开通使用